NFT 我常常在我社群都說 NFT已經死了 已經完結了 技術是沒有錯的 但很多人用錯了 被人描繪到NFT、Web Free、Token 是短時間可以報庫 我常常說你能買NFT 你預算它是零 JPEX爆煲、林作陳義等等都被捕 馬上就成為成中業 內地官媒更加點名JPEX 是香港史上最大的金融詐欺案 這次還不打擊社會對發展虛擬資產的信心 正當JPEX引起全城關注之際 又有研究機構發表報告 說超過九成半售出的NFT產品價值貴於零 2300萬人被割狗彩 不過市場上還有一班心奸惡思的人 技術是沒有錯的 但很多人用錯了 被人描繪到NFT Web Free 和 Token 是短時間能報庫 而很多人都�fl過來 今天都被票 sequest inadequate 那些牛死忌忌忌無端都不連團飯 Sverigel Search this 很壞的人 在市場上是應該最可靜성이惡的是 因為很懂得炒作自己的明星 令到其他完全都沒有接觸過 就以為這些人就是做這些事 當有不少聲音都質疑WebZ的相關概念 即是NFT、Crypto等已經泡沫化之際 做過寬頻皆霸 然後賺8萬創業的馮錦強 以及創立香港首支女子電競隊的文建峰 兩個人都相當看好WebZ的潛力 更加一起經營WebZ社群YogaPets 我想借這個訪問除了講我們的故事之外 其實我想糾正NFT是什麼來的呢 不是一個炒賣工具 不是一個騙錢工具 當然九成九的人都在做這件事 我經常說一個就是 你買得NFT,你預算是零 因為我不會給你一個speculation 你要穩定的話,你買股票那個 你買Tesla好過 你買Apple好過 我們玩NFT,騙人就被騙過 其實我是NFT的水魚 超大水魚 我應該花了幾千隻ETH去買不同項目的NFT 曾經投放8位數買NFT 知覺自己已經做了水魚 但無阻馮錦強繼續投身NFT的圈子 更加在9月初發行1萬個NFT 能夠成功在45分鐘內全數沽清 獲利折合大概300萬美金 同樣是NFT買賣 但它對NFT就有不一樣的理解 NFT,我經常說 NFT已經聰明了 已經完成了 你不要想著 我去想一個NFT 變十倍 之後就可以去min out 沒可能發生 但現在我們正在做一個business 一個reft business 不是做一個NFT的project 而他口中的做business 並非只是做一個project 其實是要扭轉很多人眼中 NFT只有收藏價值的這個概念 希望做到NFT 凝聚一班VD社群 所以為何要NFT 我經常說community和talent 我們兩個人 想不到那麼多 我們兩個人 做個wellness 我又不做瑜伽的根 很緊張 但當我們開始了這個community 我們就正正找到耶魯教授 我們又找到一個在印度的儒家 說mindfulness 每個星期幫我們做event 你hold住這個NFT的時候 他們會覺得 我不止會員那麼簡單 我還是這個project的其中一個co-founder 以虛擬貨幣配合手機應用程式獎勵用家 這個模式不算新 甚至某些play-to-earn的項目 都被質疑是龐氏編局 為何馮錦強和文健鋒 仍然會用NFT作為手段 凝聚wethy的人呢 因為他們相信NFT 可以令到用家在現實中受惠 就好像日常生活中的會員儲分制一樣 你買東西 又給些分你去redeam 儲齊些分又換些東西 這些是人類不會變的東西 我想未必一百年後 可能二三十年後 都是不停運作 我們正在用這類技術 將它變成遊戲化 然後有代幣去reward 然後代幣亦可以redeam到你的需要 可能換炸雞 換一日酒店 這些是各個人都想有的東西 但怎樣可以從中找到 七黑鐘的螢果蟲 就是你了 我們就把這東西 focus 了在Wellness 就知道 因為其實真的很多人都需要 然後真的幫到你自己 主打以wethy形式推動健康生活 他們目前與了8個國家的酒店和旅行者 達成夥伴關係 為超過22萬個用戶 提供身心健康有關的獎賞 雖然爆出jpeg事件 不過他們都無損心情 日前還去了日本東京和當地社群聚會 symuth抻 Fayyak 有些人會否定